现代女孩穿越到古代当皇后 本以为可以走上人生巅峰 没想到结果竟是每天乏贵 此时天空突然飘起大雪 皇后看着皇上手中的剑 这不是人工引雷吗 皇后刚想到这 天上就开始电闪雷鸣 皇后为了保护皇上 毫不犹豫地将皇上扑倒 刚好两人嘴对嘴来了个亲密接触 皇后本想挣脱 奈何这嘴就跟土耳502胶一样 根本就起不来 下一秒 皇后也被电运过去 等皇上醒来 却发现自己正在沐浴 你在叫 皇上一时间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了 就赶紧让工人们全部退下 当她看着镜中八块腹肌的自己 忍不住上手摸了摸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原来他们俩的灵魂互换了 皇后马上找到皇上 看着自己熟悉的脸庞 不自觉地就上手碰了一下 没想到皇上突然就抓住了她的手 看到她的模样彻底惊呆了 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 皇上终于接受了灵魂互换这个事实 然而此事不能声张 就算平时皇上宠爱的镜皇妃 皇上都没有透露 顶着皇上的身体 皇后可以说是嚣张跋扈 不仅讲话方式变了 在皇上面前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也导致两人之间的相处越来越亲密 镜皇妃得知此事后 顿感大事不妙 立刻来到了皇上的请居 一来就施展了绿茶大法 只不过她不知道 现在的皇后根本不吃她这一套 不想吃 那就别吃了 好在皇后及时更改了说法 更好笑的是 见到镜皇妃这般模样 皇上的内心竟觉得恶心了起来 她没想到 今天以旁观者的角度 竟有种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看见皇后这种嚣张的态度 皇上饭也不吃了 拉着皇后就跑到了后宫 皇后可委屈了 毕竟她这样做 也是在替皇上宠爱镜皇妃啊 被皇后这么一说 皇上顿时哑口无言 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 丞相突然到来 她一进来 就看见了两人这不寻常的一幕 不过她并未多想 然而她这英俊的长相 加上出臣的气质 一下子就让 顶着皇上身体的皇后看呆了 但是有皇上在一旁看着 皇后只能强忍着自己的花痴 故作镇定 说来也好笑 在和丞相下棋的时候 丞相竟然肃起了苦 因为皇上的皇叔好赌 而丞相向来不胜酒力 所以在一场酒局上 皇叔竟骗光了丞相的所有家产 现在的她只能睡在桥洞下面 迫于无奈 只能请求皇上做主 皇上明白皇室宗亲关系复杂 这件事她其实也不好处理 谁知皇后出生牛 独不怕虎 竟直接答应了下来 在下完棋后 皇后就带着丞相来到了皇叔的府上 然而皇后并没有将话说清楚 而是要跟皇叔来上一场赌局 皇后过去后 皇上一个人在宫里坐立不安 她担心皇叔狡猾 会害了皇后 便准备也出宫前去 可谁知这时候 镜皇妃突然到来 而且一来就指责皇后 还请来了太医和太后 在经过太医的诊断后 竟发现皇后怀孕了 可皇上也有半年没有宠幸她了 这孩子是哪来的 这个消息令太后震怒 不过皇上早已有应对之法 声称一切都应该等皇上回来再做定夺 太后虽被说得哑口无言 但还是给她小小地惩戒了一下 等太后离开后 皇上顿感无奈 心中对皇后的处境更加担忧 可谁知皇后正在麻将桌上大杀四方 将皇叔赢了个片甲不留 只不过皇叔狡诈 就算输了钱 也不想把钱交出来 既然皇叔不仁 那么皇后也不想跟他讲道理 皇后假装离开 又带着丞相偷偷溜到了皇叔的房间 可他刚刚看见皇叔的财宝 一把剑就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皇叔见小偷竟是皇上 吓得又开始装病起来 不过皇后可不惯着他 发挥出了自己百分百的演技 有劳皇叔明日 就将这些钱财 一并送入陪相府 等处理完丞相的事情 皇后和丞相回到宫中 太监紧急来报 说出了皇上被禁足的事情 得知事情的原委后 皇后还有点幸灾乐祸 不过他还是马上来到皇上的寝宫 在事情还没真相大白之前 皇后只能先安抚好太后的情绪 好在这时候 丞相带着被抓的太医到来 原来皇上的事情都是一场误会 太医收了一笔赃款 才谎称皇后怀孕 事情查清楚后 皇后迎来了他的一大难题 皇上休目的日期过了 眼下必须要上朝开朝会了 皇后哪里会这个 直接在床上撒泼打滚 太监可及坏了 好说歹说终于把皇后带到了朝廷上 皇后还想无视退朝 可皇叔就是要给皇后出点难题 好在丞相在一旁打辅助 帮他化解了危机 深夜 皇后伸的皇上在审批奏折 皇上身的皇后则在绣着刺绣 这场面要多违和有多违和 皇上询问了皇后朝会的事情 皇后直接将刺绣一抛 他一个附到人家 怎么会处理那些国家大事 皇上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默默教他练字 想让他学习自己的字迹 并且还给他支了一招 统统都给我写荣厚在意 不过这个办法 也给皇上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可是自己的老婆 肯定是得宠着的 灵魂互换的这段时间里 皇上对自己这个皇后 也是愈发喜爱起来 丞相之间有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 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要到花月楼听取 皇上担心皇后顶着他的身子乱来 也跟了出去 一到花月楼 看见皇后和丞相亲密地坐在一起 皇上的醋意上来了 直接拉开皇后 坐到了中央 可没想到 趁着皇后去厕所的时间 竟有一名刺客突然袭击 直接用刀顶住了皇上的脖梗 回来后的皇后原本十分紧张 可仔细一想 皇上要是出事 那他就能一直做皇上了 就赶紧叫刺客动手 可刺客见对方不为所动 又用脸蛋做威胁 皇后可就不乐意了 啥都能动 脸可不行 他立刻要求自己来做人质 可皇上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下令要丞相带走皇后 等皇后一走 皇上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直接制服了刺客 等他把刺客制服 皇后又因为担心自己的脸蛋跑了回来 但皇上并未理会他 而是逼问刺客从何而来 这一问才知道 对方竟是江南云家派来的刺客 原来是皇后上朝的时候 胡乱颁布的政策 动了世家的蛋糕 这才逼得他们动手行刺 眼前这个大臣想要算计皇上 可就在他自以为运筹帷幄的时候 皇上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 因为眼前这个皇上的真正灵魂 乃是后宫之主皇后 皇后哪里懂得打仗这种事情 而且皇上也没有教他 不过这也恰好将皇叔的计划打乱了 皇后以为自己闯了大祸 回到寝宫后 便将事情告诉了皇上 可谁知顶着皇后身的皇上 也在后宫闯了大祸 原来 静皇妃得知皇后去花满楼的事情 以为他看上了里面的一个秦师 便派人将秦师带到了宫中 想要色诱皇后 可皇上怎么会对一个男秦师感兴趣 然而当皇上拒绝后 忽然想到皇后让他处理好后宫关系 便叫秦师留了下来 这不留不要紧 留下来就肯定要出大事 等到皇上和秦师独处的时候 这个秦师竟大胆地将手放在了皇上的手上 这一举动犹如找死 然而皇上才刚刚制服秦师 太后和静皇妃就走了进来 皇上以为自己惹祸了 就在两人烦恼的时候 太后的意志到来 没想到皇上这暴力处理 竟阴差阳错下 令太后十分满意 不过静皇妃的伎俩还没完 宫宴的时候 静皇妃假装无意而为 说出皇上批阅奏折的事情 后宫干政可是重罪 就连皇叔也出来谴责皇上 太后一时间震怒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吓得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好在皇后及时赶到 她直接命人将奏折拿给了皇叔 皇叔一看 傻眼了 没想到奏折上的字迹 真的是皇上的 危机总算是解除了 太后见都是误会 便招呼着继续开始宴会 宴会上 一个身着红装的性感舞女 摆着妖娆的舞姿 来到了众人面前 要说美女更爱看美女 这句话成不起我 皇后一时间眼睛都看直了 还顺着皇叔的意思 将舞女收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这个舞女 之所以被皇叔赠予皇上 都是为了暗中调查皇上 被地理批阅的政要机密 只不过她这明显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皇后根本就不会批阅奏折 在她面前批阅的那些奏折 上面写的都是鬼话符 无论她怎么找 都找不到有用的线索 就在她放弃的时候 皇后突然到来 舞女还以为是自己的事情败露 可没想到 皇后只是带着她来到了鬼市 想要在太后受臣的时候 帮皇后申到皇上买个东西 以她的名义送给太后 不过皇后明显不知道 出门在外要低调 一副老子最有钱的样子 让她被鬼市老板盯上 两人直接就被绑架了 还要他们给家人写信 拿钱来赎他们 得知皇后不在宫中的皇上 一时间也是又慌又急 好在太监很快就将求救信带给了她 皇上一眼就看懂了信中的内容 知道她出了事 立刻置身来到鬼市 绑匪们见一个女人单枪匹马上门 刚开始还毫不在意 可是他们很快 就为自己的轻视付出了代价 救下皇后之后 皇上对她的所作所为十分生气 以为她是贪图玩乐 才导致危险发生 臭脸了好几天 然而当她看见皇后将 买来的礼物献给太后之后 才明白原来她都是为了自己着想 这令她的心里 对自己的皇后又更爱了几分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之间的秘密 却在皇后喝醉的这天晚上 被镜皇妃偷听到了 于是深夜溜出皇宫找到皇叔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 这个傻女人 还以为是皇后施展了巫术 威胁皇上和她在一起 为了夺回皇上的真心 她来请求皇叔的帮助 并且在第二天 特意找到皇上道歉 为之前的事情表示歉意 甚至口口声声都说是为陛下好 陛下不是傻子 这些天她顶着皇后的身体 看透了后宫之中的明争暗斗 昨天她就察觉有人偷听他们的对话 现在看镜皇妃这样子 就已经猜到那人就是她 就在皇上威胁镜皇妃的时候 皇后正好走了进来 看见皇上手掐着镜皇妃的下巴 以为她还喜欢对方 吃醋的连招呼都没打 直接转身就走 巫女看见皇后不开心的样子 来到她的身边陪她聊天 皇后扯出了一个不存在的朋友 说起了她和皇上之间的故事 而皇上那边也和丞相聊起了皇后 两人经过这么些天的相处 早就已经进入了对方的心里 不是其他人可以代替的 只不过两个人的嘴巴一个比一个严实 所以谁都没有解开心扉 还是全靠了巫女和丞相 两人面对面地开导 这才让两人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朝着彼此双向奔赴 两人在皇宫外相见 互相倾诉心意 不要两人刚准备倾下去 屋顶上就射来一枚案件 幸好皇后及时看见 推开皇上躲过了这一件 随后皇叔带着一群护卫走了过来 嘴里还说着 皇后施展巫术 要将其绳之以法 皇后马上摆出一副天子的架势 可皇叔胜券在握 根本不相信皇后的话 她今天就是要以皇后陷害皇上为由 清军策 她一声令下 一群士兵马上冲了上去 不得已 皇上只能出手 顶着女子之身迎战这些士兵 在皇上的手中 这些士兵根本不是对手 轻轻松松就将这群人全部打倒 随后皇上盯上了屋顶上的刺客 施展轻弓飞上屋顶 对刺客发起了攻击 可就在皇上刚刚解决完刺客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皇上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从屋顶滚了下来 皇后在下方想要接住皇上 可她的力量太小 皇上掉在她的身上 直接两个都晕了过去 眼看两人晕倒 皇叔小心翼翼靠了过去 想看看两人还活着没有 没想到两人的灵魂已经互换了回来 皇上睁开眼 皇叔直接被吓了一跳 看着皇上拿着剑对着自己 皇叔大喊饶命 皇后这时也醒了过来 皇上关心皇后 一时间没有理睬皇叔 没想到皇叔见皇上没注意 拿起身旁的剑就刺了上去 皇后剑撞和皇上互换位置 想要挡住这一剑 千钧一发之际 丞相出现挡住了这一剑 没想到丞相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人 武功也是深不可测 他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一剑取了皇叔的性命 然后十分懂事地离开了这里 互换回身体的两人 在皇宫前 诉说着先前没有说完的情话 深深亲吻着对方 倾诉着两人之间深深的爱意